她是全网爆火的赤波一姐 年入百万靠吃致富 但却惨被男友劈腿 净身出户成就了小三 2016年 刚刚在互联网爆火的蜜子君 登上了节目天天向上 被她称为饲养员的男朋友谭鹏 也出现在了节目现场 坐在观众鞋的谭鹏被切到镜头中时 满眼都是台上的蜜子君 在日常拍摄视频中 作为饲养员的谭鹏也时不时入镜 一句养不起了转足眼球 也为粉丝撒尽了狗粮 后来蜜子君的事业越来越火 小两口也逐渐成立了公司 一起成了行业大佬 谭鹏更是靠着女朋友蜜子君 成了公司的大股东 可没想到公司越做越大 蜜子君却发现 自己对这个男朋友越来越陌生 谭鹏伴随着公司的发展 渐渐成了史上最强软饭男 明明是靠着蜜子君发家致富 可他却玩起了渣男的一套劈腿招数 2017年11月的一期视频当中 蜜子君大摆全绿宴 疑似在暗示他与男朋友的分手并不简单 其实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 作为饲养员的谭鹏 在视频中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 蜜子君也将两人的微博中的合照 全部清空了 种种状况都显示 两人已经分手 直到这期全绿宴已经发出 粉丝们才终于相信 两人已经毫无关系 不过蜜子君一水的原谅套餐 还是让大家看出了端倪 青枝绿色的蔬菜沙拉 绿色的抹茶千层 甚至连鸡翅都是绿色的 身旁的小黄鸭还戴着绿帽子 而蜜子君开口的第一句话 便是告诉了大家 自己被绿了 不过除此之外 蜜子君并未透露过 两人分手的细节 于是好奇的网友们 只好自己扒皮 网络自由其人在 没想到谭鹏出轨的对象 还真被网友们给扒出来了 有人发现 大卫王朵伊的表妹 曾上传过一张 颇有意味的图片 照片里不管是床 沙发 还是家里的家具 都与饲养员谭鹏的家中 一模一样 谭鹏也坐实了 出轨渣男的身份 其实对于他们的分手 网友们早就发现了端倪 比如有一次 蜜子君为谭鹏 准备了生日惊喜 蛋糕都捧到面前了 谭鹏依旧无动于衷 要是两人的感情真的好 谭鹏怎么会对女朋友 做出爱搭不理的态度呢 而蜜子君作为一位吃播 对身体的危害很大 但谭鹏却利用他的报时证 来谋取利益 也足以见得 他对蜜子君的感情并不深 两人分手之后 蜜子君也退出了 之前共同成立的公司 不得不说 分手后还让女朋友净身出户 这样的男朋友也真是极品 其实蜜子君也算是 吃播界的一姐 前男友谭鹏可以说 完全是被他带起来的 如今却遭到了背叛 也实在是令人唏嘘 不过此后蜜子君也成立了 新的团队 专心做起了探店 粉丝不减反增 也算是因祸得福 但其实 从一个小白 到一位大名鼎鼎的网红 蜜子君这一路走的并不容易 他是吃播界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也是吃播界 转型最快的网红 被央视点名之后 他的粉丝不减反掌 如今同样作为 吃播的浪尾先 与前公司矛盾不断 蜜子君反而成了 最大赢家 他一顿饭 可以吃掉120个寿司 10桶火筋面 20个汉堡 可以说完全是靠吃文明 别看蜜子君长得娇小 其实他今年已经29岁了 年龄与长相极度不符 并且早在2016年 蜜子君就已经进入了吃播界 浙江举办了一场 百人生如百米饭的活动 蜜子君在没有配菜的情况下 用自带的一个超级大瓷碗 转足眼球 里面的八斤白米饭 也被他一扫而空 这个活动算是打开了 蜜子君的吃播之路 后来他在B站上 传了一段吃火筋面的视频 石桶火筋面被放到一起 只能用大盆来装 但没想到蜜子君用了16分20秒的时间 吃完了整整一大盆 在那个吃播还没有在国内兴起的时代 蜜子君这条视频播放量 轻而易举的超过了170万 也让他靠实力成为了第一批网络红人 不过蜜子君走红并不容易 她是一个重庆妹子 在走红之前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 因为喜欢看国外的网红吃播 她也注意到了自己的优势 靠着能吃这一条 她瞄准了国内的视频平台 准备将自己吃饭的视频发布到网上 只不过最开始 蜜子君的视频还略显寒酸 当别的主播 视频中尽是鲍鱼龙虾等名贵食材时 蜜子君的饭桌上 只有一大碗家常菜面条 一小碗葡萄和炒鸡蛋 并且她的饭桌 还是用两个椅子拼成的 她本人更是只能坐在地上 拍摄条件简直太寒酸 随后依靠着速食十桶火筋面的视频 让她在网上迅速火了起来 那时候的她长相甜美 元气满满 也从来不会用假吃催吐来博眼球 于是看逆了日韩博主 整天满桌的寿司泡菜 专门吃中国美食的蜜子君 格外亮眼 再加上蜜子君活泼开朗的性格 以及时不时蹦出一嘴流利的重庆话 形成了特定的个人风格 也因此圈粉无数 火了之后的蜜子君 开始全国各地的跑 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人气也越来越高 可是伴随着她的走红 受到的争议也越来越多 或许由于吃得越来越多 也或许因为暴饮暴食 导致身体出现了状况 蜜子君的身材也很自然地发浮了 娇小的脸颊消失不见 变成了肉眼可见的大饼脸 于是有不少粉丝便因此脱粉 而除此之外 由于蜜子君视频经常采用变声处理 也有不少网友怀疑她假吃催吐 因为长期的催促会影响到声带 导致声音变化 不过从此之中 蜜子君都没有承认过自己催吐 可当蜜子君还没将粉丝的质疑彻底撇清 吃播界就迎来了一场大地震 有人让三岁的孩子吃播当赚钱工具 有人吃了直接吐到桌子下的垃圾桶里 随着吃播界的风气越来越差 官方不得不为此重拳出击 2020年 央视点名了直播暴饮暴食浪费食物的行为 作为吃播一姐的蜜子君也受到了波及 一顿饭八斤米饭十碗羊汤 二十个泡芙十桶泡面 一升牛奶九十八元的自助餐 被他吃成了九百九十八的感觉 要是都像他这么吃 恐怕老板会赔得底朝天 曾经蜜子君在登上综艺节目天天向上市 自爆 一个月的伙食费就能吃掉一两万 很难想象 蜜子君这样的娇小身材 竟然能装得下这么多东西 于是便有很多网友质疑 他这是在依靠催吐博眼球 催吐除了会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 最重要的便是对粮食的浪费 除此之外 类似于这样的网络直播也会引导错误的价值观 尽管蜜子君对这样的质疑并未出面回应 但是当官方出手整治吃播乱象之后 他也不得不果断转型 其实蜜子君之前在吃播界就已经是傲视群雄的存在了 靠流量变现的钱也是普通人无法估量的 2020年8月 央视发文痛批了大魏王催吐这一现象 此后蜜子君也非常识食物 不仅删掉了自己此前暴饮暴食的视频 还转型做起了探店主播 在这之后 他的视频里再也没有了堆积成衫的食物 而是变换成了各色美食 而蜜子君所做的探店也与其他人不同 如今很多网红都是拿钱办事 只要商家给了钱 这些网红就会玩命夸 恨不得把店里的食物 夸出花来 有的网红更是仗着自己的粉丝多 直接到店里吃白食 以做视频宣传为条件 要求商家直接免单 简直与之前的霸王餐无异 但蜜子君的视频却非常有自解的特色 他在视频中经常会以路人的视角出现 很少会有商家入镜 置身嘈杂的环境当中 也让粉丝有一种真正的在现场的感觉 相比于之前聚焦到自己吃食物的画面 如今蜜子君视频中的镜头 常常会聚焦到食物本身 也会对食物进行客观评价 相对于之前暴饮暴食的画面 现在的视频看上去更赏心悦目了 而粉丝们也很喜欢他这种真实的探电模式 因此专精之后 粉丝不减反升 如今更是突破了1800万 脱离了渣男之后 蜜子君气色变得越来越好 身材逐渐瘦了下来 颜值也有所回升 靠吃赚钱 蜜子君是国内的第一人 不过相较于暴饮暴食 如今的模式才更加健康 毕竟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才是真正的人生影响 福尔赞 转发 达到新 边设备 现场 转发 达到新 边设备